課本寫得很簡透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可以對照一下課本 課本的話是上冊的第六頁站 第六頁這邊就有些 經濟電影學的一些比較詳細的說明 事實上我覺得現在課本寫得還不錯 那裡面相關的一些實驗都會簡單說明一下 所以你在看課本的時候會比較 有時候可能比較容易理解到底在幹嘛 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替以前的學習 就是以前的這些課本要想到一個事情 想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 就現在想到來看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他們做出一點點突破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裡 我比我舉個例好了 黑體輻射 你看它黑體輻射我覺得很有趣 黑體輻射什麼黑體輻射 黑體輻射知道嗎 黑體輻射 就是 好 任了一個物體 它只要受熱它就會發出輻射 那我必須想像說也許有一個東西 它是只能接受 它能接受 它不會反射任何能量 譬如我給它能量 它能量就吸收了 能量吸收完之後 它就會直接放出電子坡 它能夠把能量直接轉變成電子坡 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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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吸收能量 一個四 一個chamber 這邊有個小洞 所以我光線打進去之後呢 它在裡面亂彈 然後它就不會跑出去了 那是不是就符合這個條件 對不對 我光打進去 我能量打進去它完全被吸收 不會跑掉 想到這個就可以拿鞭配了 他可以做很多時間 因為其實很多後來的電磁學 很多對一個物質的基本研究都做得很難 像普朗克常出 普朗克也是從那邊往後延伸的 但是那是一個點 就是你從我們不知道怎麼去除 因為你知道嗎 在你對原子的研究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我們為什麼來研究原子 最大問題來研究什麼 最大問題來研究什麼 小 在很多條件下 我沒辦法很精準的時候 我的誤差與代表的結果 我先去分析 所以我看起來是有很多 他就可以簡化這個誤差 因為他大部分都被吸收了 他大部分能量被吸收了 對 他百分之 因為我先講這個黑鼻不射 然後我就去給他檔量 結果他百分之八十倍吸收 百分之二十不見了 百分之二十不見了 我可以拿這個東西來做實驗 因為他誤差是百分之二十的 可是他誤差是百分之二十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沒有辦法確定他誤差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實驗了 而且誤差很大 本來你的影響 你的計算結果就會差你很大 我想我需要一些實力 需要什麼實力 就是這個可以做什麼 這個本電子學結束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到那個所謂的 物理學近代 近代物理學重大發現 昨天那個誰 那天成輝在問我原子光譜 然後問我原子光譜的時候我就看一下 就發現很多東西忘記了 我就往前看 往前看 我覺得這段還蠻有趣的 還蠻多的 因為 既然看 比較早期 像牛頓為什麼沒有拿後背的腳 沒有 因為那時候沒有弄背 對 因為弄背沒出來 好 牛頓比較早 對不對 那後來的科學家可以拿後背的腳 因為弄背已經出現了 那所以開始有 所以 近代物理學家很強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很有貢獻 他就是拿後背的腳來當一個指標 他拿後背的物理學獎 就是當一個指標 但是他們有時候發現 事實上都沒有說那麼的複雜 就是還蠻單純的 只是你要怎麼樣去做出一個實驗 那你說 舉個例子 什麼例子 譬如他們做出配比輻射之後 他就要做能量跟頻率的關係 他做能量跟頻率關係 所以我現在很清楚 我現在這個能量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可以對照光譜 我給什麼能量 對照光譜 光譜 光譜就有頻率嘛 所以可以對照能量跟頻率之間的關係 之後他就推倒 所以能量跟頻率的關係 推倒出來的時候 當然這部分 他有些東西我還沒有完全高動 但是他就是 如果讓他肚子的力全 他的曲線應該長這樣子 就是說我能量 我頻率越 這是波長 那麼 這是能量長度 按照我的說法是 我能量跟頻率 我發揮的光譜 電磁波的頻率會越小 他的頻率能量越高 好 看應該長了 那姿勢的結果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就大家沒有辦法想問 為什麼這邊不會常常查一下 在長波長沒有問題 長波長的頻率比較像不一樣 這邊是幾乎穩的 可是在這邊是沒有穩的 那這些實驗無常 沒有可能實驗無常 一個實驗的差別 那怎麼辦 你必須有很好的這個東西 才可以去確認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樣 所以這是一個 你經過實驗器材的較準 你實驗器材越準之後 才能做更仔細的測量 譬如像 最近幾年 很流行的奈米科技 奈米科技早期為什麼不能做 看不到 第一個就看不到 沒有觀測 小到你沒有觀測 你怎麼知道他到底什麼東西 根本沒有分心沒有研究 所以就是要去做這樣的努力 我們怎麼不去怕 你的誤差縮小縮小縮小 那我們就再回來了 在庫魯定律我們講完了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電場長度 電場長度 它的定義 就比較 比較像我們這樣 這個尖端方面 就是個現象 基本上你來講 但是我覺得 這邊也有全境下 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電場 它帶電量是Q 那我這邊有一個 變二 小天量 在電量是Q 小Q 那我所有的 我的吸引力 我的D F等於 K R 比方公司 Q Q 這很像是我們的 外引力方的是 可是 外引力方的是 裡面 我們就定義說 我們的 這邊是我們的加快度 對 但是這邊我們把這點定義叫做 電場長度 所以電場強度的意思說 你可以想像 電場強度 E等於什麼 這等於F 不等於Q 所以他只是把力均等到對每個單一電荷所帶有的強度 有一個小時候這邊有一個單位電荷 單位電荷就是一個電荷 不過單位電荷得到的強度是多少 就是電場強度 他就這樣定義 可以接受嗎 就我在這個表面上 我這個電場強度多少 你就想說這邊是一個電荷 是一個單位電荷 單位電荷他接受這邊的長 強度是多少 就這樣 所以那長就是 我們定義是1 整個1 K Q R 0 就是這樣我們就定義 OK 那這個長的強度 這個長的強度 就是跟我們講說 重力長的強度是多少 重力長的強度 重力長的強度是 呃 就是有m 就是加速度 對 g R平方分之m 這是他的重力長的強度 這個叫定義 每一個單位資料 在這個重力長周圍的話 他所受的利益 就是這個大小 這個要怎麼寫呢 這是利益 主張m 這個重力長長度 好 所以我們電力長的強度 就被定義出來 電場強度 那我們 我們那種強度知道之後 我們就想要知道是 他所謂的電位能的部分 什麼是電位能 電位能跟我們一般講的 重力位能跟不太一樣 重力位能是說 呃 呃 等一下我再用這個 就 這個他有 好 他的電力線 電力線跟我們以前講 齒齒線很像 電力線 這是電力線的定義 假設我這邊有另外的問題 是帶附電 那電力線的位 電力線的方向就是這樣 好 那我這先隨便滑 電力線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長的 長的 長的 長的趨勢 長的趨勢 就假設我這邊有任何一個正電 跑進來的 我這邊有正電 在這邊 他要怎麼走 他就覺得正電力線的方向走 對 他跟他是排斥 他跟他是相吸 所以他就會沿著電力線的方向走 所以你可以講 電力線的存在 就是一種想像 他的想像是從正電 出發到負電的一個線 所以假設我這邊有個點電和 正電 這個點電和 不是負電 那他周圍的電力線 所以電力線的關係是長什麼樣 那我們可以想像 假設這邊有個正電 因為電力線是正電所走的路 他怎麼走 他這邊是不是受有排斥力 往這邊 這邊是不是受有吸引力 往這邊 所以他的方向在這裡的時候 是往這邊走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電力線是往這方向 好 我到了這裡 他受的力量 是 這邊 他受的力量是這邊 可是這邊吸引力強一點 因為這距離要近了一倍 這邊排斥力比較小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邊的吸引力是 是往這邊 好那接下來到這裡了 我是正電 我的排斥力是這邊 我的吸引力是這邊 我的核力是在這裡 我的核力是在這裡 好那到了這裡的時候呢 是越來越靠近 所以他整個磁衣 他的電力線是這樣子的嗎 是不是這樣子 好那所以你可以想像 電力線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這是電力線的畫面 電力線 想像中電力線 所以電力線 我是說 我們今天講的這裡是正電荷 這個浮電荷 如果這邊有個正電荷 在這邊 我就這樣直走 不會直走 因為他說他的推 推力車道是這樣子 有點 迷行過去 沒有這個時候 就是直接向他 就直接向他 所以電力線 你要記得 電力線如果說 電力線怎麼定 電力線是正電荷 所走的位置 所走的距離 所走的這個 正電往負電走 對 正電往負電走 對 假設沒有正電的時候 它就是 都是朝向 這個 圓心 所以我剛剛講的 我們想像中 這個場 都是一個直方向 但事實上 在空間中 空間中 你只要帶正電 帶負電的話 它就有一個負長線 那這個負長線 那這個負長線 那個負長線 對 假設這邊還有負電荷出線 那這個正電荷怎麼走 假設這邊有負電荷出線 那這個電力線怎麼走 是不是有可能在這個地方沒有電力線 在這邊有一條線 沒有電力線 因為它跟它力量均衡 它不會往那邊走 不會往那邊走 對 有一條線是沒有線的 可是如果說往那邊偏一點的時候呢 它如果靠一邊就會往那邊 對 它在很遠的地方的時候 它的 這邊有細靈 這邊有細靈 是不是很像沿著配合線程 對不對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邊是像是這個條線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消失線 線定線 它就是 往這邊的話 它是往這邊走 但是 這一條線上是沒有辦法 電力線的 所以它基本上 假設你這邊有個 電 有個 在這條線上 它可能會到 往這邊走 然後就停了 它到了這個中間 就不會再動 所以在這裡是改進去到電力線的嗎 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會往這邊 所以我在這裡可以改進去 對 假設我在這邊是有電場 應該是說這一點是沒有電力線的 但是 如果在這條線上的話 它會剛好卡到這裡 就會直走 但是它不會往這邊 不會往這邊 不會往這邊走 但是它是感應到 它感應到 它存在 對它存在 它是 不然我這邊好像存住了 對 但是只要偏向 這兩條線的中間點的話 它都會往這邊跑 對不對 那只要是 剛剛好在這條線上的話 它就是 誒 複止之後就結束了 它就停在這邊 就不會再動 它能繼續走 它走在哪裡 它走在哪裡 不是 我聽說 應該說 電力線的意思是 這個 不是它外線往那邊走 它說 這邊放個電二 它的虛勢往那邊走 這邊放個電二 它往那邊走 這邊放個電二 它往那邊走 如果我一個電二 放在這裡的話 它會不會走 不會走 所以在那個點上面 有電力線 如果你有電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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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上面有電力線 你講是外線 就跟剛剛從來講 那它會去往前走 沒有說那是外線 它會變這樣 它會變這樣 然後又被那個力給送回來 對啊 它就變慣性 變成一個減弦移動 全是外線又在那裡動 對對對 但是我們如果 直接拿一個電荷 放在這中間的話 這當然是想像 這都是想像 因為你真的一個 移植的話 這會影響 比起影響大 但是我現在說 想像我放個電荷在這裡的話 它不會動 所以這個點上沒有電場 可以這樣講 所以這是電力線的 概念 電力線的意思 我在空中一個正電荷出現的時候 正電荷的移動趨勢是什麼 那就是電力線的位置 電力線的方向 大小 所以電力線實際上是有 假設人家畫個電力線 那我這邊抽一個正電荷 所以它這個正電荷 所抽力是在哪裡 你可以說 是這條線的區域 對 斜線 那這個線的長短代表什麼 應該說這個電荷大小 這是電荷大小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在電力電力線的概念是這樣 電力線出來之後 你要知道說 它是個向量 它這東西是在空間中 它代表是一個方向 它大小就是電荷大小 所以它是一個向量的概念 在這邊電力場 電力場 中間有電力線 這都是想像的 電力線它給你的一個大小 跟方向 大小跟方向 我這邊突然出現正電荷 它所受的長大小跟長的方向 長的方向 不見得是指向正電或指向伏電 它是會跟著環境改變的 那你別畫合力啦 就是剛剛我畫的 這一樣畫合力來決定 你大概從合力上就可以知道 它的長應該長怎麼樣 所以我假設先給你一個 我這邊有個正Q 我這邊有個負Q 它的距離是R 如果你這邊當成圓點00 請告訴我認了一點 的 中立場 電力場 電力場 大小跟 認了一點 我只能認一點X1 然後畫出電力線 有沒有辦法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對 非常好 怎麼做 試試看 你們現在的功能應該做得到 因為你們覺得相對幾個 對不對 對 角度 因為我已經給你這兩點的 坐標走了 坐標點 XY X 那是正電荷 一個正一個負 那我要套 你就要知道說 它的 因為 我們講電力場是正電 已經正電 電力場已經正電 那你就算它 那個 吸引力 也算 多 吸引力跟 排斥力 算是兩個向量 對 兩個向量分出來 對 兩個向量分出來之後 是不是得到兩個 兩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大小 就是指的是它兩個之間的重力 就是長 它的電場強度 這個向量是它的電場強度 對不對 那得出來 就得出它的核向量是多少 那核向量就是它的 內積 這個點上 你又得到一個方程式 對 這個方程式做 對 不是內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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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就是 它所做的 它所做的D 假設就是F X1 F Y1 這邊的D 是 F X2 F Y2 對不對 那這邊的合理就是 相加 F X1 加 F X2 你就可以得到 它的空間中的電場強度 好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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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它在空間中的圖 是長這樣 假設就是一個 一面幾個 那個 那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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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可以讓XY值 坐標的長度跟方向 就是這樣採的是一個像樣子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我今天給你的值是這樣 就是 那我們做出一個什麼 X 我們應該得到一個曲線 是曲線 我現在講 你從X等於 負10到10 Y等於負10到10 我們每0.1做的 沒有DataX是0.1做的圖 你每0.1做圖 你每0.2做圖 做圖 都很辛苦 連工尾分 沒有 這不是尾分 這是 這是球子而已 你都 你球出來之後 當然 我們現在講也有點複雜 但事實上在那個 你如果用那個Main Lab 或者是一些 看不出的圖 你可以看不出曲線 我知道 它這個不是 不是函數徒型 不是函數 所以又 就不太好處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圖 你知道它是非常有用的嗎 它不非常有用 它真的是在 在你那個 假設你提供 我們在學工程上 它是非常有用的一個特性 而且你可以知道 每一點的趨勢是什麼 我當然 想要這個 這個XY的方式 球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 我這點的強度是什麼 我這點的趨勢是什麼 我這點的趨勢是什麼 沒有 我突然想到 跟這個疑問有點相關 有點不相關 就是 電子不是有一點點的重量 所以它應該要被重電廠影響 對啊 對啊 那是另外一個 你這樣把它放下來當然可以 沒有一個小問題 對啊 你要把它放下來當然可以 但是你知道嗎 事實上 這個就是 好 因為電子很響 你說重力響很響 沒有什麼 重力響絕對有影響 但是 為什麼PM2.5 這件事情會變很嚴重 因為 感覺有點跳提 因為燒臉 因為燒臉 不是燒臉問題 你這樣 我們講說 為懸浮為力 之所以造成對整體造影響 因為懸浮 重點是要懸浮 可是所有動作質量 啊 理論上它會怎麼樣 落地 它會掉下來 為什麼它掉不下來 空的 還沒掉下來 因為它有空氣 空氣是不斷有空中 它掉不下來 所以它要懸浮 懸浮 懸浮越嚴重 事實上從PM10就會懸浮 什麼叫PM10 PM10 就是 10微米的空氣懸浮粒 懸浮粒在10微米大小的時候 它就會懸浮了 它就掉不下去了 超過10的基本上它都慢慢就會成降 好 這是一米 一米的千分之一是多少 一毫米 一毫米 那一微米呢 μm 就是這個的千分之一 那10的話就是這個的百分之一 就那麼小的顆粒 在空氣中它就會漂浮 那現在研究更嚴重 是PM2.5 更嚴重 是因為它基本上不會落地 它就在空中一直漂 隨風而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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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中就有PM10 空氣中就有PM10 就是有空會去看那個 穹領之下 穹領之下 就是那個財經 他在講說 大陸那邊現在目前很多脈害的影響 脈害是燒煤 主要是燒煤 石油的問題 它有些化工廠 它提煉完之後 它就有一些小顆粒 它阻止不了 它用各種過濾的器材 也阻止不了 它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就在空中 實際上這東西不是不能阻止 它可以用靜電方式 它還可以集成 對啊 這個第一頁不是有講說 99.9% 都可以吸掉 來 那個 可以保 對啊 靜電集成了 應該是99.9% 它大部分可以被排除 因為它讓粒子帶電子 它就可以吸引 它就可以吸引 只是說它就可能省錢 沒有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它目前很多顆粒都跑出來 那 剛剛講的是 電子有質量 會受地性能影響 但是電子也實在是太小 小到 基本上電子就是可以自由移動 它比PM2.5還小 對啊 那小到 基本上它 不太 不太瘦了 基本上它不會單獨存在空氣重脈 電子基本上不會單獨存在 因為空間有那麼多氣離分子 所以它一定跟某氣離分子的狀態一起 就卡進去 對啊 所以電子基本上不會單獨存在 那我們現在討論這件事 如果就那天受評會 少工作的說法 應該是這樣講的 我們物理學上有些東西 是透過一些想像的 就是說 這些想像說 假設 就像數學 我們看數學之美 數學的美美在哪裡 數學的美是美在說 我們探究一些 好像有閨魚的東西 然後我想要知道它為什麼 然後就有那種 這是人類基本上的好體心想去追求一個答案 的一個好體心 所以 我們就去做一些規劃跟定理 然後去尋求它之間的關係 譬如 為什麼三角形 內角的180度 那為什麼四邊形內角的多少 五邊形內角的多少 誒 這有規律的 哦 六邊形了 六邊形 跳步角形 好 我們在講說 好那個 誒 我們講遠的面積 好 圓面積怎麼算 我們這樣會進光的算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 我問你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從多邊形 正多邊形 的趨勢去求 圓面積 你要求幾千 那個 沒算過 沒算過對不對 對 你看 正多邊形 沒有正方形 可以求面積 可以 我們 因為你不能用長關 這用長關就不好算 長關的話 你就沒辦法說一個連續式 用拆頭來算 對 用拆頭來算 譬如這個是 三角形 你要把它畫成三個 三個三角形來從邊 對不對 正四邊形 跟四邊形 你要用四個三角形 六邊形 你要用六個三角形 七邊形 七個三角形 八邊形 所以正M邊形 誒 我來講 他們那個受算 這個通路有三個反數嗎 我不管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只說 從另外切入點去算圓面積 可是路沒有三個反數應該很難做 也不會很難吧 會很難嗎 也可能是在算這個的時候 他就 他會用到一個值 叫做 這個邊跟這個邊的關係 所以他後來就鎖定 因為其實剛剛都沒有三角函數 他們沒有波舞弦的概念 因為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在後面被歸納出 三角函數的概念之前 他不用的是 就是因為你還是要做 因為那時候整個 地球的航運一開始 他必須知道方向跟距離的關係 方向跟距離的關係 他就用相三角函數計算 所以相三角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我們用這種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求是 另外一個正N邊形的面積 正N邊形的面積 可以知道說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我們是就等一個面積 當然是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 我那些想要這個問題 這期也蠻有趣的 可是 想要這個有趣 到底能解決生物什麼問題 不能 真的嗎 不是不能 在當下並不重要 不知道為什麼 當下 對這個數學學家來講 並不重要 因為他只是好奇好玩 他想去解決事情而已 解決他心中的秘密 對不對 對 他想那個東西就是想發解 對 對物理學家來講的話 空間中的帶證據 空間中的帶證據 他空間的電場長怎麼樣 對他當下有沒有意義 不知道 實際上他意義不是那種重要的東西 真的 他只是好玩 他只想知道這東西到底是相 我有辦法有沒有能力去把它解決出來 好 當這東西可以被處理的時候 欸 這東西就有意了 當然以這個事情 因為大部分上 大部分上 大部分都是理論先於應用 同意吧 好 你們其實在後面 經濟物理學也有講話 光電效應 光電效應被解出來了 對不對 光電效應被解出來 它是說 我用什麼頻率光去照 或者電子跑出來 具有段能量 可以 這光跑出來 具有段能量 可以找出來 這電子出來具有段能量 都可以找出來 在當下有沒有意義 在這個光電效應被找出來 這個當下有沒有意義 安逸之男去找這個 是為了說 我想看看這個電子到底幹嘛 沒有啊 他沒有想到這個 他想說原來這東西是有規律的 我把這規律找出來了 對 很嗨 他就很嗨了 就這麼一點點 就這麼一點點 他等於莫貝爾獎 他就解出一個簡單方式 他很方式是 就是 我現在看了覺得 哇 這麼簡單方式 早知道我在那時候 我應該解得出來 哪個時候 就安逸了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還沒出聲 我就說 假設那時候 我如果 他解釋 我看一下那方式 你那時候年齡分負的 是 是 好 就這樣 他的方式就是這樣 E V 等於 H μ-W 光電效應 那他拿到這個獎 多少獎 錢不重要啊 那是 那是一個很鬼大的一個 honor 就是光電效應方式 就拿到這個獎 而且他原理很簡單 我們講會特別在提前 其實當下 在解決這個事情的時候 那個科學家 並不是真的知道 他想幹什麼 也不知道他能幹什麼 但這事情被發現之後 他就變成很厲害 像光電效應之後 他被用在哪裡 很多地方 幫忙看電板 幫忙光碟機 都跟這些東西是有關的 那是理論被發現了之後 我們後面的人 原來他有這個效果 而且我可以很精確的知道 結果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能夠應用 一定要知道精確的結果 像沒有開門旅行 為什麼開門旅行做得到 或者今天為什麼我們可以聽 就是說 我20年前發射的衛星 不是衛星 火箭 20年前發射的火箭 可以很精確的知道 他在哪一天會到火星的旁邊 因為所有條件都在機場之中 對啊 那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你當你這些理論被建構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去推這個未來 好神奇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說 你今天這個自然科學 或者今天數學 到底哪裡好啊 好玩在說 我可能在研究過程當中 也許只是為了當下的一個 滿足的耗機性 可是當你這個耗機性被滿足的同時 事實上對未來是建立了很大的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會有什麼可能性 就更多我不知道 對啊 所以 唉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 你說這種的幹嘛 現在不知道 那時候不知道 但我們現在就後來就會有用 我們就可以用它說 欸 事實上像這個 像這個 用在哪裡 你知道嗎 像現在我們 譬如說 電腦的CPU 電腦CPU 到後面空難 難在哪裡 CPU的計算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你要速度越來快要怎麼辦 為什麼要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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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摩擦在散熱 好 那問你 什麼 我除了散熱之後 怎麼讓它再快一點 降低摩擦 還有一個方式是縮短距離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現在想說 我這個CPU的製程 是28奈米製程的 我現在提升到 14奈米製程 為什麼14奈米製程 28奈米製程 我以前會認為說 只是 我這麼大一個面積 可以多做一倍嗎 量多做一點 我做兩個 對 我做一個做兩個 很便宜啊 對不對 我的相對來講 這麼便宜 可是不是這樣講 你多做兩個 可能你的失誤率很高啊 因為線這麼近 不小心線就卡在一起了 這個是報備 對不對 所以我做28奈米 我可能 一個片可以做1000個 我的量率是90% 所以我900個 你做14奈米製程的 然後你的這個量率是 我可以做2000個沒有錯 不是我量率只有50% 那你還是有1000個 那我幹嘛 發那麼多錢 你還發14奈米 因為很快 因為你CP會變快 你電子一動 你跑兩倍距離後 再跑一倍距離 對不對 所以等於速度快兩倍了 當然不是等同 但是會快 是真的 就是不是等同 也就是快兩倍 但是速度會變快 那 它相對一些效應 CP熱效應 我講 你要跑快 就不需要耗那麼多冷 對啊 不耗那麼冷 對 那你的心越來越近 會有什麼問題 交互影響 交互影響 對不對 對 R平方 我們剛剛不是講R平方 R平方 K Q Q 你的R 越來越小 你的場效應就越來越大 你本來電子也跑過去了 就像旁邊的一隊在推 旁邊一隊在推你 你跑快 對 那怎麼解決 所以 這些東西都是相對來講 我怎麼去解決的問題 對啊 所以你研究這個 並不是大外面都沒有 你還是 我在應用的時候 OK 我都已經有可能 這是這個應用實力之一 對啊 可是在大哥 19世紀開發 18世紀初在研究這個時候 他並沒有想要說誰會 CPU會發展出來 嗯 對 可是當你在發展一些科技的時候 這些理論都成功了 你就必須用到這些理論來解決 我突然很好奇 嗯 雖然說不定的算一下 就是 如果我的R 在我單位上 它現在變成0點多了 所以平方它變得更小 對 可是那只是單位的問題 對啊 它 它 它如果換個單位 它 它等於 是 我會變成小 它會變成小 所以 到底有什麼單位的相對 但我們現在 必須在 同個標準下來看 我們現在 基本大概就是公尺 對啊 所以 在 在原子科學裡面的話 原子物理裡面 它所用的東西 都變成是 負幾次方 十的負幾次方 負十幾次方 負十幾次方 它的等 它的位置都很小 對啊 相對於是很小 那 那你在那個小銀六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們新的單位出現 但是 就我知道 沒有像牛頓 牛頓大不大 牛頓保持做的單位率不大 可是 比牛頓還小的單位 就是叫達一嘛 中文叫達一 我不知道音音怎麼想 達一 這個是用 K GMS系統 這個是G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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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同的單位 所以在我這邊的時候 像牛頓的話是F等於FA 所以當我是用公斤的時候 我這邊是用公尺秒平方對不對 這是叫一牛頓 同樣的東西 把它轉換成達一 就變成克 Cm秒平方 這會變多少 這是一千 這是不是一百 所以什麼 一牛頓等於一 對不起 十萬 十萬達贏 所以他就是有相互關係 就是你變這麼小之後 就可以解決更多問題 就是即便你剛剛講尺度的問題 就可以縮小 那他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單位去解決 當你很小心 他也不知道或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先來看看 可是我現在不知道 但是這不影響 他結果還是 結果還是一樣的 他並不知道 你的單位換的時候 他就感覺變大了 真的 感覺應該要是真的 可是又改秒好像不會 你只是數字的大小改變而已 但是他事實上還是很小 譬如說 我當你跟我講 你說 好 假設我現在是 0.9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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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面積多少 面積多少 面積是0.81平方公尺 對不對 感覺上變小了 那如果是90公分 所以我本來是從1公尺 變成0.81公尺 變成0.81公尺 對不對 那我原來呢 原來是1萬耶 1萬平方公分 變成多少 變成8100 0.0公分 我的比例還是一樣 從1變成0.81公分 這是從1萬變成8100公分 這比例還是一樣 還是縮小 並不會 因為你十度一萬 就覺得變大了 對嗎 對嗎 OK 好 好 所以 所以就這樣 我們今天進到這邊 然後我們看一下 下一次就繼續往下講 我們下次講那個 他這邊有一個叫做 電位能的部分 還在經典學 對 經典學 主要是電位能 電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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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禮拜 電位能 經典學的部分 就結束了 好 那再下一次 我們就講那個 那下一次我們就講 講那個 電流的部分 好 電流 然後接下來就是 電流的時效應 好 算很快 我們就剩兩個大單元 一個是 電流跟電池的關係 接下來就是 靜大的米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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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